大家好,我是法国斯科 今天我们来分推一条三位鱼 我们先把他的鱼头取下来 顺着他的鱼头的鱼度 就大挖过来 重启回来 鱼头 现在我们拿一张纯权装的鱼子 鱼头下面主要起一个关子打滑的作用 今天给我们剃个鱼鱼 剃鱼鱼的话 我们直接从他的尾巴位置完全飞就可以了 ! 第一个这个位置我们拉一张 这来我们翻队 简单的给老鼻们剃个鱼 我们先把这个出发锅子拿掉 臂部 托到一頭 托到一頭 臂部 托到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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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一個T0大師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把它分配到 我們是一般出版專輯 提個反時打滑的重用 托過來 取它的容金骨 我們刀直接打到它的容金骨位置 踏進去 往前推 托過去 我們把魚排上面都拔回來 同樣的下半段 魚排 我們可以做個煎炸好的一個做法 今天我們直接來衝生 這半條 我們先把它的尾巴 接下來 翻天 衣服 我們先拔刺 拔刺的話我們要順著它背部的文物翻藥板 魚刺 再我們翻過來 我們進行一個 對牌的一個風格 刀放上去 刀八怪 直接拉到尾巴 接刀 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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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牌 同樣的 拔刀 然後 拉到尾巴 然後 現在的尾巴 我們翻過來 按住這裡 它給我跳起來 然後我們最好就可以了 接著它 鋒 接著它 如果它啟發已經 aleg 線 然後把它切拔 这样的话 上条里的一个风格 已经完成 现在我们把它的鱼皮取下 背包 以它中间的这条鲸 为一阶线 一分五六 现在我们把它的鱼皮取下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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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